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4月25日 特首李家超兩年前上台 以結果為目標,為施政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則 就說要做到一個做到的政府 在第一份施政報告裏搞了一個新環議 定下了超過200個所謂KPI Key Performance Index 所謂主要職效指標 用數據,一些客觀地去衡量一下政府工作的成績和成效 去到去年年中,特首李家超就自己出來交代KPI 一堆數字,有多少做了,有多少將會做好 有多少可能要兩年、十年才達標 去年跟著第二份施政報告 再加碼,加了一批新的KPI 我相信過幾個月,特首又會自己出來交代 又一堆數字,交代這些兩批可能都不知道幾個了 現在KPI的進展 KPI的構思,都是一些現代管理的概念 其實不深奧的目的其實應該都是一個 如何提高政府的成效 所謂做到事 引入了兩年,上任了兩年 公眾未見到政府的工作表現 有明顯的所謂成效 很多人會特別撐住 我想就會感覺到,有一件事 政府工作就相當高效率的抄牌 抄牌數字我相信看到了 大幅飄升 那真是,績效就相當顯著 但是交通擠塞等等的問題 是不是改善了呢? 又不太覺得 另一個例子 政府檢控一些亂過馬路的過案 看法都很明顯增加了很多 一段時間還會搞一些運動 全港檢控 全媒都配合了 拍攝、發告票 但是接著過完一段時間 其實很多人都會留意到 實際上交通、運輸、道路 是不是那個秩序又好了呢? 有明顯的改善又不太覺得 我相信絕大多數的市民 其實都沒有留意政府發出 或者訂立了相當多數字 相當多的KPI 更加不會特別去留意 有哪些已經達到 有哪些未達到 因為其實只要留意一下 有時的新聞報道 很多的一些客觀的數字數據 或者自己從日常生活裡邊 親身經歷觀察 聽聽聽朋友怎麼說 親人怎麼說 大概對政府的表現 工作職效都有個底 大概都知道政府做成怎樣 但是另外'll対記cca 過去的一段時間 很多的大數據細數據 都是相當不理想 或者是變差 很多的經濟、財政、IPO、股市等等 經濟不好、市道不好、股市、樓市低、下跌 政府很多時候都會歸咎一些什麼外圍因素、地緣政治因素 利率高企 但是一些民生問題、政府服務長期沒有改善 政府其實都很難說得通 審計署昨天就發表了一個定期的行公略值報告 全部的焦點就放了其中一行牙科的皆證服務 因為一 這個真是所謂老掉牙的問題 二就是牙問題 我相信困擾著很多市民 特別是一些長者 俗語都有所謂 牙病、牙痛比大病 審計署的報告就發現 四間的牙科診所 下午五點多就已經開始有人在排隊 等了九個小時 去到凌晨才可以拿個籌 然後第二天才回來 就是開始看牙醫 然後報告就發現 2022年到23年這個年度 街醜的數目 比起2018和2019 減少了五成 減少了一半 剩下兩萬個醜 2022年其實當時傳媒都有報道 就是市民通宵排隊 拿街醜看牙科 當時衛生署就改了一些新的安排 從凌晨開始派醜 派了之後就可以回家了 第二天回來再看 就叫做不用通宵排隊 就不用太慘了 但是現在就 審計署的報告都會點出了 相信傳媒也可能之前都已經有報道過 下午五點鐘已經開始排 排排了七個小時 然後等到拿個籌 是的就叫做不用排通宵 但是同樣地隨時可能續排 長了時間添陷 是不是政府很多時候 喜歡用的形容詞 這個不是很理想的 這個問題很明顯都是 基層牙科的服務嚴重不足 當然這個也都不是 今天才發現的問題 也都不是一朝一夕 可以解決或者明顯改善到的問題 但是解決或者改善方法 都不外乎是人手服務改善 或者是透過公司仍合作去解決的問題 或者舒緩的問題下 牙醫服務這些都是屬於長期的問題 特別是現在隨著這個人口老化 相信這個問題的需求只會是更大 政府其實始終是需要有一套實實在在的評估一下 下去那個需求是怎樣 然後那個服務怎麼可以滿足到 回應到社會的需求 給一個合理的承諾 如果排隊要排多久呢 拿籌要排多久呢 我相信排七個小時才可以拿籌 然後第二天又再要回來才可以打入牙科 那這個也不可能是一個政府 所可以給到出來的職效指標 只能夠說明是一樣東西 就是施政失效的一個指標 所以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聽和支持 請繼續comment、like、share 拜拜